下面我们来介绍 AlphaD数据传输反碰撞机制 如前所述 在AlphaD系统工作时 通常出现多个应答器 同时处于阅读器的作用范围内 而产生通信冲突或碰撞 在这样的系统中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基本通信形式 无线电广播式和多路存储式 无线电广播式是指在读写器的作用范围内 读写器发出的数据被多个应答器接收 多路存储式是指在读写器的作用范围内 多个应答器同时传输数据给读写器 现在AlphaD系统中常常遇到的是 多路存储的通信方式 下面我们来介绍反碰撞的机制 在无线通信技术中 通信冲突的问题是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 但同时也研究出数多相应的反碰撞解决的方法 这些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空分多路法 SDMA 平分多路法 FDMA 码分多路法 CDMA 和十分多路法 TDMA 首先我们介绍空分多路法 SDMA 在分离的空间范围内 重新使用确定的资源的技术 即利用空间分割构成不同的信道 是一种信道综容的方式 AlphaD系统中实现的方法 是在读写器上 使用电子控制定向天线 即自适应SDMA天线的方向 之间对准某个标签 减少单个读写器的作用范围 第二 平分多路法 FDMA 若把若干个使用不同载波频率的传输通路 同时提供给通信用户使用的技术 即把信道平带分割为若干更窄的 互不相交的子平带 把每个子平带分给一个用户专用 使得带宽 得不到充分利用 AlphaD系统中 FDMA技术锤点 为每个接收通道 必须由自己独立的接收器提供 阅读器的费用高 三 马分多路法 CDMA 不同用户传输信息 所用的信号 用各自不同的编码序列来区分 或者说 靠信号的不同波形来区分 如果从频域或者时域来观察 多个CDMA信号是互相重叠的 CDMA的频带利用力低 信道容量较小 地址码选择较难 接收时 地址码捕获时间较长 其通信平带和技术复杂性在AlphaD系统中难以应用 最后 我们介绍十分多路法 CDMA 把整个可供使用的信道容量按时间分配给多个用户的技术 叫CDMA技术 即把时间分割成周期性的针 每个针再分割成若干个石器 AlphaD系统它的实现方法是在所有标签中 在某个时间内只建立唯一的阅读器和标签的通信关系 可以很好的解决标签的碰撞问题